Lov-Lov 第一局的比賽,嚴森首先發狗 漂亮 這個球很漂亮 真的是小老虎 頭兩分都是主動得分 3 又短又長,嚴森一點 打機板短的 2 3 第一組發球 很快進入比賽狀態 1 現在發球 連食兩板,對於對方的發球觸摸不到 兩位球員也對賽的機會不多 所以對於對方的打法比較密身 1 2 搶攻失手 毫無保留餘地 他壓爬方式也是一個 持今敗的壓爬 就是直打 2 2 1 稍微的弱點就是反手方向 2 甚至China 但是持今敗如果打反手 推球會快 但是採取不到一個弧圈球的打法 2 1 2 1 2 1 1 2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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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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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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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2 2 1 1 2 2 2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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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來了,阿姨德萊 塞不了 而且在接發球方面 連續兩球球都是接發球接塞的 下來就立刻連續拿很多分 但當隊長習慣了這個打法 倒轉,打穩了之後你就塞了 又塞了一個 張孟祥捉回來的時候 很難拿分的 挺穩定的 大分球 好,這盤 又是靠他側身打一個打 所以一開始,為什麼被他衝到這麼多分 就是阿姨德萊已經不習慣 對手這樣的打法 現在已經慢慢掛 阿姨德萊也是接不到的 也希望阿姨德萊在經過幾輪接發球之後 屬對手的開球 1、2、3、3、2、1 做好對攻 嚴深也是靠頭三板的 一場猜的話 他經驗錢的多數會輸 1、2、3、3、4 路都被阿姨德萊捉了 20、17 這個球騙了 打去反守位置 自己就在反守位置 又是了 被人捉住這個位置來打 Schweden是1-0 亞爾多萊爾落後的情況之下 反潮賽事正式展開 第二場是Schweden Lav-Lav Lav 又是向著嚴心的 尤其是拿直板的球員 2-0 打算推板板在邊上推塞了 打到網頂 2-0 1-0 加油… 3-1 跳加油 Q幫助不大 嚴心仍然比較心急 1-4 China 想搶攻 上台搶攻,但他們打失 用法球1對4 2-0 相反,亞爾多萊爾的動作比較小 所以他要做一個還原動作 比嚴心更容易 嚴心搶一板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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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打球也沒有優勢 打失 2-0 他打得你出來就好了 他自己不用怎麼動 放球真的相當準確 1-0 4-0 8-2 8-9-7 還要賣 很難打,很習慣 到現在為止 魏登內爾 掌握到對方的各種凶狠打法 4-0 8-3 所以知道怎樣 8-4 其實2分 1-0 球很衝 旋轉很厲害 1-0 1-0 1-0 在鬥功之下 如果差 6-11 6-11 連一個比較大的比分距離 7-11 這球也不錯 1-0 很聰明 迫到眼睛 加瀟爾放高球 離開桌子 然後放一個短球 加油… 13-8 13-8 現實不太樂觀 原來在對手開球的時候 他也想搶第一板 14-8 這板拆掉了,拆得落膜 太多犯錯了 15-8 這板完全吃光了 完全吃光了 16-8 16-8 17 現在有點吵勁 所以說他 兩邊撲來撲去 最終自己的動作做不完 而舒服 反而喊得了 在這一邊 一步半步… 一步半步地逼著你 他的打法真的很… 真的叫瀟灑 而且不用動太多 省力省水 18-8 燕陽白 這局比當中一個比分 差距更遠 9-18 亦不妨起板 因為領先的分數比較多 10分 雖然打散這板 還有9分球的優勢 7-9-18 10-18 亦都吃回對方一板的下船 兩板的下船很重 11-18 這幾個打球就不錯 真是爭取主動 令對方直接失分 18-12 幾板球都吃光了 Wayton 不要緊 現在連有六分球的優勢 加油 18對12 阿伊德萊爾發尾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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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板又瀟灑了 大盤展示的左手一揮 球沒甚麼手影看 雖然大家都是打一板的反手球 但橫板的球員 誰知道好處都贏了 好球 好球 20比12 充滿信心的 好球 2013 沒可能是在場一點的觀眾 201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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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伊德萊爾說這板球應該是觸網在先的發球 有時候 他也多謝對方給他重開 他立即得到這分 很快又贏了一局 21比14 阿伊德萊爾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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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的水準有超水準的演出 在每一板球的穩定性較大 有機會有 但當然未必 現在的局數已經到達兩局 現在打五局三勝制的賽事 實力強的球手始終是佔優 如果實力夠的話 就算你連輸兩局 也可以追回西高一籌 好球 好球 追身打 動作一直在動的時候 動作大的原因 所以他的失誤比較多 好球 好球 因為他抓不到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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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對三 6對3 這板球又是吃穩西 6對3 十二,五 三,六 全是堵定的 不過全都放在土 只能躺在底下,就趴在那裡了 差點那麼多,還可以好球 5、6 那球看起來很鎮定 皮依馨,也就是阿爾德萊 現在雙打拍檔 他們已經入了四強 現在坐在觀眾席,就替隊友打氣 5、8 開始把比分帶開了,5對9 簡直好像在玩弄 原生的 這個球… 1、2、5 很難打,角頭亦打破了 所以說頭10分 看看究竟哪位球手可以放出來 現在阿爾德萊爾放來了比分距離 嚴森比較難,就要贏了局局 1 他站定地打,往往拿得不準 好,這下假動作就不適合 7、13 8、13 仍然是5分的距離,8比13 9、13 不是,自己開球的5分 始終應該要落多一點 主動就可以進攻 但是當阿爾德萊爾要開球的時候 他往往就會比較容易失分 雖然他是主動的 但是主動失分 加油… 很緊,現在距離去到3分 來,請出戰 發球捉莫 阿爾德萊爾很漂亮 少許步伐,現在是配合這個位置 反而嚴深的打球 完全想不到對手能回倒 一個新秀 打法方面 一個比較躁,一個很淡定 分別計算在這裡 再吃完這一球,16對10 17 打得很重要 主要是獲得經驗 嚴深打到四強的… 算是一個交代 他也進入了四強 排名最低的球手 排47 另外孔令輝是排第一 薩姆索洛夫排第四 而阿爾德萊爾排第二 可以能夠跟世界 前四位,其中三位球手 一起入到世界 最後四強已經很難得了 阿爾德萊爾排第四強 我看見非常輕鬆 矮燈樂意充滿了信心 11、20 這板有點放棄 直接打球的時候 跟他猜猜出來,第一板不同 人的動作差別不太實 已經完全不能追 已經可以了 兩板漂亮的 要追最多,追自己開球的幾分 一到對方開球的時候 他的信心又少一點 主攻去到贏分 好像比較威風 而且阿爾德萊爾很輕鬆 也不是很濕 沒甚麼出汗 21比17、21比14、21比12 阿爾德萊爾最終看見 歐洲球手就是搶回 今年世界錦標賽的一個決賽席位 不用被中國隊威風 所以在場一些球迷 尤其是歐洲方面的球迷 特別高興 不知道要看他的對手是誰 現在他首先打進去決賽 最後一分球由他主動進攻而取分 這樣來到完結場賽事當然最好 好,一半翻手 看他的移動不多 不過他的體位準 所以他的移動不多 也不要緊